你这个改变了吗你狗 反正我的狗我就给你喊死了 你要钱吗 来来来 来来 我们这几个费多元来 来 你这人都我干的 老公有钱 不怕 把几钱都给你配钱 辉州燕因为一条狗彻底著名了 安徽蹦普一名女子因为遛狗吓到别人家小孩 双方发生争吵 这名自称老板娘的女子怒吼 谁敢动我的狗 我就把你孩子弄死 你孩子没我的狗之前 我几千万还是赔得起 这段视频有没有掐头去尾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女子不仅侮辱性强 而且发出了生命威胁 她这么牛斑 当然不是有立巴山西气概式的过人功夫 而是挑明了说 我有钱 我钱多到能把你孩子砸死 一条命不就是几千万吗 我愿意用几千万要你的命 换我的狗命 所以在我眼里 需要处理的不仅是一条狗 还有这个人 但是让人感觉荒腔走板的两件事出现了 第一 人和狗还没处理 反倒有人找到被狗吓到的家长 要求他去处理发出去的视频 说他发出去的视频不完整 说他争吵的时候也骂过对方 看完视频听音频 让人感觉方向错乱 三观凝乱 第二 澎湖灰州宴餐饮有限公司出来买单 对当事人表示谴责 向公众致以诚恳歉意 但解释说 公司由多名股东组成 并非某某人家的公司 股东会议决定解除于当事人的聘用关系 意思就是公司不是一个老板 这女的被开除了 那么公司有几个老板 两个 一个持股90% 一个10% 不出预料的话 这女子是其中的一位老板娘 但公司的回应也是在侮辱公众的智商 老板娘愿意花几千万砸死一个孩子的钱 不是靠公司给的工资 而是靠老板赚的钱 都到这个份上了 老板还把解除聘用关系 搞得跟老板要解除跟老板娘的关系一样隆重 这是意识不到夫人在败家 也意识不到自己也是在糊弄消费者 我以赴可以不仁 但是不要太饿 老板娘钱这么多 人这么狂 只能说明两点 一 灰州燕太赚钱了 二 在赚了很多钱的灰州燕老板娘眼里 别看你在我这消费 但是你连我家的狗都不足 这种燕叫我看不富也罢 花这么多钱消费 为这样的狗 消费者又不是白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